这个男人正在看风景 他看到了一些比较刺激的 一个女人正在缓缓垃圾上衣 就在最关键的时刻 老婆出现打断了他 这个名叫大海的男人表现得十分淡定 老婆为他中午想吃什么 他随便对付了两句 就把老婆打发走了 老婆刚走 他就拿起了望远镜 心中的小火苗早就按捺不住了 一番搜索 美女不见了 这可把大海急坏了 他再次寻找 地上只有遗落的异物 这荒交野外的 一个女孩子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吧 不行 得去看看 他拿上望远镜找了过去 回过多久 他就发现了女人的踪迹 大海小心翼翼的靠近 发现女人非常凉快的躺在石头上 已经陷入了昏迷 他走过去刚想做点什么 突然 他的手臂被扎了一刀 惊魂未定的他赶紧逃命 来到一棵树后 他忍不住回头看 镜头中出现了袭击子的模样 是个头上缠着绷带的怪人 怪人突然回头 给他吓了一惊灵 扭头继续逃命 荒不走路的他来到一处围栏 他撞到围栏翻了进去 顺着临间小路继续往里走 最终来到一栋别墅前 门没关 他便直接走了进去 在卫生间找到了绷带和纱布 简单处理了下伤口 他来到一个机房 房间里摆满了各种精密的仪器 桌上还有个对讲机 大海拿起对讲机求救 对面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是谁 为什么在我家里 大海说自己被人追杀 逃到这里来的 对方又问 追理的是不是一个头上缠着绷带的怪人 我现在在山顶的一个研究所 这里很安全 你可以到我这里来 大海听了赶紧离开 他沿着对讲机的指示来到了山顶 在这里 他见到了对讲机里的男人 大胡子 大胡子让他躲进一个水缸里 说等一下自己会启动开关 上面的盖子就会自动合上 咱们两个躲在里面 绷带怪人绝对发现不了 大海听了半信半疑 但此时绷带怪人已经杀到了门口 大海吓得赶紧跳进了水缸里 大胡子按下开关 大海让他进来 可他就像没听到一样 大海想出来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年轻人不讲武德 大海被困在了水缸里 他已经呼吸困难 没过多久 一道强光闪过 大海从水缸里爬了出来 而面前的大胡子 则是一脸惊愕的表情 大海发现外面现在已经是白天 刚刚进去的时候不还是晚上吗 他打开门走出去 大胡子把他叫住 问他是谁 为什么在这里 大海气不打一处来 不是你让我进去的吗 大海没理会这个仿佛失忆的男人 此刻的他只想回家 他拿起望远镜 看向自己家的方向 老婆正在娇花 紧接着画面里出现一个男人 竟然是他自己 大海人都傻了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旁的大胡子则解释道 不出意外的话 你应该是穿越了 大水缸其实是一台时光机 能够把人送回几个小时以前 所以你现在是大海一号 家里面那个是大海二号 大海一厅急了 那现在怎么办 你得给我变回去啊 大胡子说 如果能够把大海二号骗进时光机 那他就会消失 这样就只剩下你一个了 说干就干 大海开走了大胡子的汽车 在路上 他遇见了正在骑车上山的小美 突然宁机一动 可以利用小美引诱大海二号上山啊 心理正在盘算着 一辆红色卡车撞了过来 车子被撞下山坡 大海头上也被撞出一条口子 他取下手上的纱布 缠在了头上 纱布瞬间被染成粉红色 当他包扎完毕 卧槽 东带怪人竟然是他自己 这时小美听见小生赶了过来 这不是白给吗 大海挟迫小美来到了小树林 看见二号正往这边看 于是让小美脱下了上衣 这不就跟开头对上了吗 二号果然没让人失望 回过多久便来到了小树林 大海埋伏在石头后面 一刀扎在二号的胳膊上 和玉器一样 二号跑向了林间别墅 大海也追了上去 他知道二号会回过头看 就像当初自己回头看一样 于是他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 果然把二号吓得连滚带爬 把二号吓跑之后 大海听到了一声尖叫 跑回去一看 小美已不见踪影 他顺着刚才的声音来到了自己家 小美很可能躲到了他家里 在阁楼外他发现一张梯子 于是顺着窗户爬了出来 果然在楼顶发现了小美 他想把小美拉下来 可是脚下一滑 小美掉了下去 可他定睛一看 红衣服 短头发 掉下去的竟然是自己的妻子 他懊悔不已 攀坐在地上思考了许久 现在唯一能救妻子的办法 就是再进一次时光机 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他驾车来到山顶的研究所 正好碰到了二号油油油油 他把头伸在了窗口 把二号下了进去 然后在门口等到大夫子出来 告诉他自己要再进一次时光机 大夫子却推诿说 时光机的能量已经耗光 启动不了了 可大海也不是好糊弄的 他看见大夫子身后的电池少了一块 就知道是大夫子动了手脚 再三并问下 大夫子终于说了实话 是大海零号 让他阻止大海再次穿越 原来大海不是第一个 从时光机里出来的人 在他之前 还有一个大海零号 大海零号威胁大夫子 在大海出来的时候 表现得惊讶一些 让大海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出来的 但现在不管有没有大海零号 大海必须再进一次时光机 这样才能救回妻子 说完他走进了水缸 时光机启动 大海再次穿越了 他成为了大海零号 他威胁大夫子 等一下大海二号会从时光机里出来 让他表现得惊讶一些 让二号以为自己是第一个 从时光机里出来的人 接着他藏着了柜子后面 回过多久 二号果然从时光机里出来了 他重复着大海之前经历过的一切事情 在山顶上看自己的家 然后开上大夫子的车 去威胁小美 而大海自己则是开上一辆红色的卡车 在路上 他看见了停在路边的二号 直接把二号的车撞下了山坡 自己也因为躲避不及 撞到了树上 当大海醒来这时候 他遇见了正在逃命的小美 小美吓得尖叫起来 正是二号听到的那声尖叫 小美见大海受了伤 于是扶着大海回了家 回家之后 大海给小美穿上了妻子的衣服 把小美的头发剪得和妻子一样长 说这样是为了防止 工单人二号认出他 还让他躲在阁楼上 自己则和老婆坐在了院子里 回过多久 悲剧再次发生了 小美跪下阁楼 但是大海无动于衷 而大海二号以为坠楼的是妻子 于是前往研究所再次进入了时光机 而这个时空 只剩下了一个大海 此时影片结束 这部电影叫做《时空罪恶》 讲述了一个人在三个时空下犯下的罪恶 第一重罪恶 色语 在大海看到小美脱衣服的时候 她色心大气 即便在被妻子打断之后 她的心思依然在小美身上 妻子离开之后 她第一时间拿出了望远镜 第二重罪恶是自私 明明自己才是闯入者 因为自私 她赶走了本该属于这个时空的大海二号 为了达到目的 她威胁了善良的过路女子小美 还刺伤了前来查看的大海二号 她的罪恶也越来越深 直到犯下第三重罪恶 殴杀 为了让大海二号误以为坠楼的是妻子 她不惜让善良女子小美作为替势鬼 而也用三个时空展示了人性的三重罪恶 而这三重罪恶 也是她一步步坠入深渊的过程